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说 中国正在趁世界聚焦新冠病毒疫情的时机 采取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 埃斯珀还指责中国在疫情上从一开始就不透明 并加大不识信息的宣传力度 试图转嫁责任改善形象 它们已经无法控制的 发生 他们维持着我们的抗产 与中国的功能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经历 其他做法 现在他们要尝试 在机制的工具 提供物贡 我们能看到全球状况 而我們知道是他們提供衣服 他們提供衣服 在很多情況下這不太好 它不應該做什麼它應該做 它是破裂的衣服 而且在很多情況下的鈴鐺 他們在告訴一國 你們可以拿這些衣服 但拜託公開中國的好處 我們做的好處 等等等等 埃斯珀說 中國很明顯正在威逼利用 並利用其他一切手段 試圖影響輿論 改善中國共產黨的形象 美國之音新聞報導